Packaging 怎样给我铺在Instagram 这样子的packaging怎样给我铺在Instagram 他们说的对 活靠近张 人靠一张 食品靠包装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Packaging 旧老板 通常顾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充满的问题 因为上厂的租金越来越高 所以它的地方也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帮助到它的充满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价格 第一个就是帮他们存了货 帮他们送货 又帮他们检查他们的充满 所以他们又不会担心没有化用 送不到货 这也是我们第二个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他们呈现他们的食品价值 有一个好的食物 可是没有一个好的包装 你怎样才能呈现自己的食品价值 现在就有很多送外卖的 供应服务 第一样东西要看的就是它的产品 好看先不是好吃先 那在U Packaging 呢 Top 3的Hot Selling Item 会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会介绍就是 Plastics Packaging 它的原料是日本进口的 它如果你放冷的话 热的话 它都可以看到一清二楚 那会不会很不健康 其实是不会 因为我们全部都有 Food Grade Certificates 还有是Recycle Plastic 哦 Jolene 现在有没有发现到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拍照先 而不喜欢吃先 对 U Packaging 就是办很多F&B restaurant 来做他们的品牌 嗯 所以这就是Paper material的好处 那除了市面上很多的Paper跟Plastics 那U Packaging有什么特别呢 嗯 最后一个我介绍的就是Biodegradable 它是Made by Sugar King的Fibre 它可以呈现180天里面 放在泥土那边 它就会变成肥料 哦 很特别 对 所以在F&B里面呢 如果你要觉得 那个Storage Costing 还有Food Value的问题呢 我们U Packaging都会尽量去配合 农历新年即将到零 爱次于生的你们 是觉得这个盒子很静致呢 那我们先聊一下 感谢观看 impacts 我们在游泳大阳 战子 就是这个短暂的 你不要拍摇 咱高伯 你不要拍摇 你不要拍摇